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讲一下 数秒关系与插画中的一些关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些圆球体 你学会了画圆球体 那么你就会学会了画这样子的一些 平凡球然后这样子的一些头颅 对吧 如果说你学会了画一些三角形 然后你就会画一些帽子 会画一些树 然后如果说你学会了画一些圆柱 那么你就可以画这样子的一些身体 这样子的一些饼 然后这样子的一些树杆 如果说你学会了画正方体 那么你就可以画蛋糕 画礼物 画这样子的一些小小东西 就是一些方法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数秒是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因为你学会了它的一个基本逻辑 你可以画各种东西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圆球体 它要怎么去画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然后给它画一笔 按住不动 然后编辑成一个圆形 好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圆球体 好得到了一个圆球体之后呢 然后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 这边会有一个亮部 这边会有一个暗部 中间这条线呢 它叫什么线 中间这一条线 它就叫我们的一个明暗交接线 好 然后这一个线的形状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形状呢 它是一个月牙形的形状 对吧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它也是一个月牙形的形状 所以说我们画园的话 要先给它找到它的一个光源 看它的光是从这边打过来呢 还是这边打过来 就是它的箭头的不一样 然后这个月牙形也会不一样呢 好 假设我们的光是从这边打过来吧 然后呢 它这条明暗交接线呢 就应该是在它的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说 如果说要画它的一个阴影 像它这边的这一个 后面的这一块 那就是它的一块阴影的位置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哪是它的一个头影的位置呢 头影的位置的话 它就是在它的一个旁边 旁边的话是一个什么形状呢 也是一个这种圆球体 圆球体的话 它是一个扁扁的圆球体呢 对吧 好 然后的就是它的亮暗 然后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画一点反光 虽然很多插画师的话 像这个插画师的一个头颅 它是没有表现反光的 但是你看这一块 它就有表现一点反光 就是一点紫色的反光 并且也有表现高光 其实画画的话 它其实很多都是亮两个面 然后反光和高光 因为很多插画 它不会给它画的多细子 所以说 有的时候呢 你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 可能在这边 加一点点反光 对吧 然后这个位置 会有一点高光的位置 好 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一个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理解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形状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山圆锥形 好 圆锥形的一个形状的话 它是怎么去画的呢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黑色 然后给它按住不动 好 这样呢你就得到了一个半圆形的底部 然后底部就得到了之后呢 哎 这里你可以打一个交叉 然后找到它的中线 然后中线走到顶部的这个中线 然后进行相连 好 进行相连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光是从哪边过来的 就是如果说它的光是从这边过来的 那么它的一个暗面的话 它就是在这有一个明暗交接线 对吧 对吧 你看像这个帽子的光 它是从这边过来的 然后这个位置 它就会有一个明暗交接线 对吧 然后这里的话 它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 它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明暗交接线 好 然后呢像下面的这个帽子 也是光从这边打过来 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明暗交接线 所以说它的这儿 就是它的一个暗部 它的暗部是根据它的一个形体的结构来走的 然后它的头影呢 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圆椎形的一个形体来走的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根据它的一个圆椎的形体 就是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的理解一下 因为实际上大家画像这些 其实你就画另外两个面很多 你理解到了它的这个结构 后面你再去画的话 它的问题就不会很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下一个结构 下一个结构呢是它的一个圆柱 圆柱要怎么去画呢 对吧圆柱的话 首先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底座这儿给它画好 按住不动 编辑形状编辑成一个统圆 然后另外一边呢你可以进行一个复制 就是你可以把把底底座这儿给它复制上去 复制上去之后进行一个连接 好进行连接了之后 也是你要先确定打光的方向 看它是从它的一个这边还是从这边 对吧 如果说是从这边的话 那么我们的明儿胶交界线 它也是根据这个圆柱形的结构来走的 那它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长条形的明儿 你知道这些是吧 然后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投影呢 它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圆柱形的一个投影 在这儿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反光 也会有高光 对吧 就高光的话 也是这种长条形的一些高光 对吧 反光也是长条形的 它会根据它的结构来走 就比如咱们像这个小猪猪 这个小猪猪这个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 所以说它的投影是在这边 对吧 然后这个蘑菇光从这边打过来 它就亮了两个面 然后投影在这边 然后它的一个 嗯 这个是从这边打过来的 对吧 然后阴影在这边 投影在这边 好 所以说 哎这个这个结构我们一定要理解好 好 这个是一个圆柱的结构 我们再来看一下方块的结构 看一下方块 它跟什么有关 哎就跟这些有关 哎就跟这些有关 那怎么去画呢 首先 我们先给它画出一个 呃方块的面 好然后搭画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块 它会有一个近大远小的一个逻辑在一面 就它会有近大远小哦 就它有这边的这根线呢 它会比这边的这根线呢 它要长一些 好然后方块的话 就是这么去画的 然后这个方块的话 也是你要去定义一下 它的光从哪边打过来 像这个方块 它的光可以说是从这边打过来 然后它的一个二面呢 就是在这边对吧 然后投影呢 就是根据方块的一个形状来走的 好这个的话 主要是让大家理解 没让大家真正的又回到高中 这样子去画素描 就让大家理解它们的关系就好了 因为其实大家看像这种插画的话 它其实很多就是分出了这个大型 分出了这个大型之后呢 然后它就亮了两个面 然后像这个也是亮了两个面 然后它的有反光的 我觉得都比较少像画插画中的话 它就很简化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看这样子的一张图 这张图 大家看一下它包含的什么样 哪几个形状呢 然后它的光又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呢 首先我们看它包含着圆球体 圆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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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包含着咱们的一个圆柱体 它的光是从哪里打过来的 光是从它的一个这边打过来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到它的投影在这边 所以说它的光就是应该从这边打过来哈 好然后呢 哎这是它的一个阴影阴影啊 这边的这个位置也是会根据结构来阴影 好这样子其实大家就理解到了这个结构 你理解到了这个结构 你再去临摹或者是画的时候 真的是很容易去理解 理解这个东西的 好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咱们的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 大家也可以用用这种 素描的关系去理解到它 就是像这个面包它的一个形呢 它就是一个圆形 对吧 圆形 椭圆形 然后呢 它的光的话是从这边打过去 然后它的亮部在这边 然后阴影在这边 对吧 然后它有的时候也会有反光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 但是呢它会跟其他的东西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它这有烤糊了的一些煎柄 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先拉煎柄 然后反正就一点一点的来去做 好然后今天的话 我们的一个示范就是画一下这个面包 好首先呢 我们可以可以给它 在这儿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选择一个白白色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画的这些给它关掉 然后我们在下面这儿 下面这儿画 然后怎么画这个圆形呢 对吧 有两个方法就是有一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画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的话 你画直线的话 你可以画一笔直线按住不动 按住不动 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正的直线 然后你可以这么去 因为它不是特别正 然后你可以去给它稍微的压扁一点点 你可以在这个正方形上这样子去切 这样子的一个圆形 对吧你去把它切出来 所以这个就算我们 我们高考的那个美术老师会讲的 就是另方物源 它很多东西它都是教我们去 这个方块上去切的 对吧切了之后 然后你再给它把参考关掉就行了 好 然后它的一个左边的这一块链 可以这样子去切 先切出它的一个侧面 先把这块侧面给它切出来 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很偷懒的方法哈 就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 这样子就是直接画一个圆 按住不动 你还可以编辑一下它的形状 就比如这个圆形 你可以编辑的再圆润一点点 好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你可以直接复制过去 复制过去 然后给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进行一个擦除有的地方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一个侧面的位置 给它定好 好就把它的侧面呢 这一块的底部 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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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这边也是它的一个顶面这 等一下 它是一个小猩猩的形状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的一个大的一个形状 给它拉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上色了 上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平图 降低透明度先平图 可以在它的一个材质下面 就是把材质放在上面 因为我喜欢有一点机理感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平图 就可以选中这个黄色 然后直接选中我们的听和笔刷 然后直接给它拉一个圆形出来 拉一个圆形之后 你可以编辑形状 然后把这些给它拉 拉把这些顶点给它拉实在 然后直接拖过去 好 拖过去就是第一个圆球体 就被我们定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画第二个圆 第二个圆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就是为区分 然后稍微的给它 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这个这个位置上面 好 然后直接拖 好 拖过去的话 第二个的一个面包也被我们做好了 然后关掉我们的一个线稿看一下 哎 就是要保持它的一个边缘的整齐 好 然后我们再再开始把它的内部的那块黄色的给它做一下 黄色的话大家就选择先亮一点的黄 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笔刷这种 嗯 能够看得到一点点笔触感的就是 就是你轻一点画的话 它是比较的 呃 有一个机理的这种笔刷来画也可以 因为它看起来会比较的一个自然 好 然后这边的一个呃上上门部分也这样子给它画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侧面的位置给它也画一下 就是这个面包的一个侧面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子的一些区分 好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进行一个渐变 就我们刚刚看到了 它这边是最暗的对吧 这边它会有一个慢慢的渐变上去 然后我们先把 就放到它这儿 就放到最下面这儿 然后稍微的给它 新建一层 然后穿一剪线蒙版 穿一剪线蒙版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 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听和 然后西海的颜色 开始从浅色开始渐变 它最底下的这一块的颜色 是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它慢慢的会偏黄 慢慢的会偏黄色 好然后它的一个 右侧边的话 它是一个慢慢越来越 越来越饱和度越来越高的一个颜色 就它越上去它的一个饱和度 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暗 好然后再越来越暗的一个颜色 然后像这边是最亮的 就在这边的话是一个越暗型的一个暗面 但是呢又是因为它有这种壳 所以说它有的地方 哎有的地方可能 可能不那么越暗型 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这种小过度嘛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原理就好了 知道刚刚的那个原理 你可以画很多东西 然后这样子去给它进行一个过渡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进行一个涂抹过渡 因为中间这个位置的话 它有一丢丢的 有一丢丢的内纱 就是有一丢丢的不够不够过度的 有点不够柔和 好然后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这个 亮暗这一块颜色过度 我们大概是做好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给它加一点点高光 然后高光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 小的笔刷 小的笔刷来给它这个位置点一下 它会沿着它的一个边缘轮廓来点 就是它的高光啊 阴影啊 它都是沿着这种边缘的一个 圆形的轮廓来点的 然后包括像这一块 它也会有一点点小高光 但是嗯 根据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边缘形来点 然后颜色的话可以稍微的 插一下 稍微的暗一点点 这是它的高光对吧 然后有的小地方呢 也会再有一些高光 像它的这些边缘 这边缘也会来一点点小的高光 然后反光 到时候也再做一下反光 这高光它肯定不能这么亮 因为最亮的它就在这儿 对吧 然后你就要稍微擦一擦 然后再把它反光也做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右侧的一个反光 然后稍微的 铅笔插一下 因为反光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暗的 所以说需要插一下 下面底下面包底下的一块那种 那种亮面 就是它本来它的固有时候就比较亮 大概得也拉一下 好然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画一下它的一个阴影 就是像这一块阴影 它会有一些烤胡萝卜的面包的屑 咱们可以用正面叠底的方法 好来给它勾一些小吸线出来 稍微的给它做一下 给它把它的一个暗面的位置 然后给它 拉出来它的一些这种壳 这种烤糊了的感觉 给它用小笔拉出来 这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画画画到最后 你看起来它容易有点利 但是呢 其实你像我这样子 你去给它加一点点笔触 它就会好一些 加一点笔触感的话 它就不会不会那么的利了 然后呢 这些笔触呢 你要根据它的一个圆形的一个 边缘 咱们来进行一个排线 好 这些笔触就根据这种 圆圆的边缘 来进行一点一点的排线 然后上这个边缘 给它排一下 它的一个外轮扩着 给它做一声 好 然后呢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内部的这一块的一个亮面 这 现在看起来很单调对吧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给它进行一个细化 然后选住我们的一块上面的面包 这一块 然后创建一个整线蒙版 我们先来把它的一个 暗面这给它拉出来 给它把底下的这一块 给它有的地方压暗一些 好 然后它有的地方呢 会有一些烤焦了的感觉 就是像这些边缘处 它会慢慢的进行一个烤焦 好 这些边缘处也会进行一个有烤焦了的一个感觉 好 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做一下它的一个按面 他做了这个按部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拉一个 像这些洞 这些洞的这些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再给它压暗一点点 然后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正面叠叠 就可以给它 就是加深一些更暗的点 像这边缘的地方 给它进行一些加深的处理 然后呢 它有的地方呢 它会有一些那个冲 哎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 嗯大中小的排布 就是给它点上去 它就会很增加一些小细节 然后这边 底下的这一块呢 它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冲 然后它也会有一些这种大中小的排布 咱们点上去 也可以也可以做个真面底底 对吧 这面底底的话 它 它会把底下的颜色也一起显示出来 然后一起显示出来了的话 它就会 增加地下的这一块的细节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给他 把他的一个这一个面包 给他刻画好了对吧 然后这一块跟面包刻画好了 大家还记得他是怎么画的吧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先从 大家如果说忘记了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我画 这边的这一块面包对吧 这边的这一块面包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新建一层 先做一个颜色渐变 就你西下的颜色 然后选一个更深的颜色 用这个大的笔刷来做渐变 他会有一个上升下浅的感觉 还有下面这一块呢颜色会浅一些 然后上面的这一块呢 颜色会深一些 就像烤面包一样对吧 他上面的那一块 他会有一个烤胡萝卜的感觉 好然后呢 我们再去进行一个涂抹涂抹一下 涂抹了之后呢 就是再把他的一个 像他的一个侧边的这一块呢 可以一起给他拉一下 侧面的这一块呢 你可以进行一个阿尔法锁定 然后进行一个涂抹 大概得拉一下 就是更深的点 好然后呢 像他的一个边缘之后呢 他也会有一些面包 面包的 面包的这种很 这种这种 包着他的感觉 好这样子有面包包着他的一个感觉 他是被面包所包包住的 不然的话就看不出来他这一块 然后像这一块 他也是被面包所包住的一个感觉 好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呃 他的顶部这一块 他也会有一些颜色变化 然后我们选中顶部这一块 然后新建一层穿紧签蒙版 先把他的一个颜色变化呢 咱们先给他拉出来 哎他也会有一些这种黄橙色的一些 渐变呢一些变化呀 一些这种颜色的变化 一些黄橙色一些这种 这种是橘色 好然后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边有点突兀的话 嗯就有点硬朗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涂抹笔刷 哎可以轻轻的进行一个涂抹也没有关系的 就让他有的地方的边缘让他融入进去 然后包括上面的这一块也是 呃可以进行一个小小的涂抹 让他有的边缘融入进去呢 好然后呢我们的一个 呃 这个大块的体块给他拉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一下小细节了 就比如我们可以拉一些暗中暗 新建一层 我们给他做一个正面叠底 然后用这个清合笔刷 在他的一个有的地方 给他压的再深一点点更重一点点 可以在他的最顶部这一块 一起进行一个正面叠底 就顶部这一块 好给他拖上去 好一起给他正面叠底了 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 把他的一个细节 这个位置就有的烤糊了的感觉 给他延伸过来 来慢慢的做一下 烤糊的感觉给他延伸过去了 然后这些位置 你慢慢的进行一个延展 好然后边缘的话也给他加一个这种暗面 然后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排线 慢慢的排线 就排线的话 他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一个细节感呢 好这样子轻轻的排一下小细线 先轻轻的排一下 好然后呢他的一个边缘这大家也可以把反光 咱们可以给他拉一下反光 反光的话 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亮色给他画 但是等一下的颜色可不能这么亮 等一下的颜色呢我们需要给他 就是降低透明度让他稍微的深一点点 好现在就给他大概的给他拉出来了 然后呢再给他用橡皮 擦一下 用橡皮擦一下 然后降低一下透明度哎让他 让他不要那么的明显 然后最后也是加一些点缀了 最后加一些这种 这种绿色的一些点缀 绿色的一些点缀在他的一个面包上面 然后也是要注意他的一个 疏密和大中小 因为你加的话 你不能加的特别特别的一个凌乱 好就是你要加的话就要加的 加的比较的好一点点 然后像这边的这个位置 也给他加一点点小的一些点缀 好然后以及他的一个 玉米也给他加上 玉米的颜色稍微的亮一点点 然后也是注意一下他的一个大中小 然后 嗯包括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这种 这种洞然后也可以给他加上 好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的把他的一个 哎这些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细节给他拉完了对吧 然后需要的话反正还是需要 大家去理解一下咱们的数量关系 可能我画了这一个的话 大家可能还觉得还不太能够加深 对他的一个印象和理解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示范几个就是 跟数量关系有就是 有相关性的一些图 然后到时候嗯就是咱们一步一步的来 今天的一个作业呢就是大家可以 去选择一个实物的一个图 然后你去把它 用这种数量关系去给他画一下 那你也可以自行选择 就是你自己去 哎自己去选择一个图来画 然后也可以画我的 都ok好 今天的话那我们就先到这了 然后大家下去做作业吧 大家拜拜